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我有这样的旅行经验跟这样子走有这样的载具之后 其实空间会被压缩 那虽然感觉有一点急 但是其实你可以 你有那个体验其实会真的不一样 就不会是点的体验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有差 那这是开车或是骑车我觉得最宝贵的一部分 迷路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我就是迷路嘛 我就是来迷路的 不然怎么样 我不迷路我就住在当地了啦 我观光课我当然要迷路啊 你一天可以骑1600的话 你去旅游请你至少砍一半以上 因为你安排一半 你迷路你就不会感觉很怕 你也不会那么累 那以我来讲的话 我通常我大概就是安排到 大概我八分之一啦 因为我一天是可以骑1600嘛 所以我就安排到200 那你就玩得很爽了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迷路 我超越路的 和你的就能有带别走 你不要太多了 那你快要向小孩 那你就把他带别走 你这么一个人 那你不需要 你你越来越多决心 那你就得带别人